因为乾隆皇帝替儿子嘉庆帝永远,选了一位褒衣出身的迪福晋喜塔纳氏,大臣就猜测皇师无子永远当不了太子。 乾隆在位时间比较长,即便是退位,也是以太上皇自居,而继位着嘉庆帝,也就是皇师无子永远,也只是一个长大的儿皇帝。 在永远没有继位之前,大臣对未来的储君一直在猜测,乾隆有十七个儿子,当时最有竞争实力的,就是皇师无子永远,皇师一子永兴,皇师妻子永林。 乾隆为了掩饰太子的人选,在乾隆三十九年,就为皇师无子永远选择了包衣出身的喜塔纳氏为迪福晋,及后来的孝叔瑞皇后,道光帝的生母。 乾隆的这个做法,让一些原本看好永远的大臣开始有了想法,按照大臣的想法,乾隆立哪位皇子做太子,就会为他选择高贵出身的迪福晋,这一点,还真让大臣猜错。 乾隆为皇师一子永兴选择了迪福晋,是出身名门富横的女儿,可以说,比永远的迪福晋喜塔纳氏出身要高很多。 乾隆之所以这样做,完全是那掩饰皇太子的人选。 乾隆为了皇太子的人选问题,可以说挖空了心思,操碎了心。 不仅不利永远的生母,令一皇贵妃为皇后,还在她去世的时候,没有特殊地表示,直到永远继位,乾隆才追封她为皇后。 不管是乾隆为永远选择包衣出身的迪福晋,还是不为永远的生母进封皇后,目的都一样,都在掩饰永远的皇太子之位。